我今天會和大家正式打四聖獸的其中一個 因為之前也說過四聖獸也要有一個位置可以找到 找到四聖獸才可以讓四聖獸的祝福進入下一階段任務 所以我今天會和大家打四聖獸的其中一個青龍線 其實其中在這個期間我已經多做了一點點 譬如有些東西可以看一看 去打了一點怪的就看到了 拿了一些錢,用錢買了金創藥、包、重新食、元素 我都拿來賣錢,應該還可以的 我都買了一點點,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我之前也和大家打過青龍,嘗試 嘗試在直播期間和大家打過青龍,但都是失敗的 但聽過你們說,我現在可以看到輕盈羽毛 用這個輕盈羽毛可以加移動速度 雖然血量會比較少 這裏可以買一個輕盈羽毛 可以讓我們非常快地穿過青龍 進去青龍的深處找到青龍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拿到 它就需要一個銀票 而銀票呢,我們可以很簡單地去錢莊 因為我之前在青龍的深處 也打了一點點怪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錢莊拿錢 四,錢莊在哪裏呢 黃龍城大錢莊 我們就可以進來拿錢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我已經有兩張銀票 放回這些錢,我不放進去 因為我們待會也可能要買一點點食物 現在讓我們去做一件事 我們就過來這邊 去買一個銀票 不是,用一個銀票 買一個輕盈羽毛 我估計我們應該是非常足夠 去打一下青龍 進去青龍 進去青龍之後 我也要大家幫忙 和我教一教我怎樣回答問題 因為聽說20條問題都比較複雜 好了,我們就用這張銀票 買一個輕盈羽毛 我現在就應該可以飛得很快 但是呢 我們是沒有什麼血的 只剩下6滴血 但是我們可以飛得非常快 完全越過了所有位置 這個位置,蒙古烤肉小飯 我現在應該要買多一點點牛扒 烤雞 我們買牛扒,牛扒可以便宜一點 是不是呢 多一點點牛扒 讓我們沿途也可以吃一點 有30個牛扒應該都足夠 還有這些金瘡藥 納色自搖的藥 應該都足夠了 把這些沒用的東西 先收回前裝 好,我們就去那邊 看看我們能否入到青龍的位置 我們現在先進去城鎮 進去龍輪之深 進去森林 其實跟大家說到一點點 我先在這個位置刷怪 因為這個位置 他有空就會滑一些怪 然後打喪屍 他也會有些銀票跌給我們 因為其實銀票 其實說穿了就是鐵定 喪屍 在minecraft裡面一定會跌鐵定 所以我現在可以拿到一些銀票回來 不過機會比較低 花了大約一個人兩個小時 時間 一邊跟那麼多個拍片的實況主要聊聊 一邊去做藝人 我現在來到這個 忘記了什麼鎮 我經常都忘記了這個 那裡有塊牌 這個是什麼鎮 我是忘記的 這個是什麼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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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應該在這個鎮鎮鎮 原本就是釣魚 釣魚 也在這裡買了一些補給 之類的東西 我現在應該在這裡可以出發 因為我們有食物 我們也應該準備好 但我們有這條輕盈魚墓 我們跑得很快 希望我們可以進到青龍那裡 不如進去這個神秘的森林 看看有什麼事發生 好了飞進去 因為在這裡是用comroundblock吃過 就算他不是 Ghost 但因為我們有這個羽毛的關係 我們也應該可以飛速地避過這些怪物 雖然真的有點害怕 特別是遇到Skeleton 也挺大 否則也應該沒什麼事 因為G.G.G.一定不夠你跑得快 喪屍也不夠你跑得快 是Skeleton 的線才會射到你 你看到我們是飛速地飛過了一些怪物 所以這個飛速羽毛真的非常有用 哎呀 嚇了嚇了 這個全部都是怪物 我很想打那些小兔子 不過他們就說如果打這個小兔子的話 是會很容易的 那就出事了 等等 我們來到這個青熔的祭坦 我們應該是OK的 剛才可能是應該把握得太快 然後是拌不出一些小兔子 就是說我們來到這個青熔祭坦 我們就可以準備進去 接受這個青熔的考驗 進去回答問題 好 我們就推進去 看看我們有什麼試鏈可以做到 進去這個青熔的試鏈 是可以拿了幾個 OK 好的 這個位置好像很漂亮 這條是什麼來的 我們是出不了的 算了 我們沿著這條路就進去 看看有什麼 這個人有什麼跟我們說 青熔的昏雲 我們就要陣中的不滿 咦 這些沒關係 呃 這些是不是沒關係 人族的主線 妖族的主線 和仙族的主線 對 沒關係 因為身為神族前 這個四個聖手是我們做出來的 所以應該是一定不會有問題的 我現在就可以進去青熔廟 看看這個聖手可否給我祝福 身為神族戰士的人 來到這個二樓 這個是不是他的考驗 應該是吧 OK 青熔的考驗 青熔的考驗 我現在就應該可以進去 準備接受青熔的考驗 因為大家都說 應該都只是要答問題 所以我就沒什麼準備 我相信大家 好 跳進去 好了 進來之後 應該要看看青熔的考驗 看看有什麼規則 歡迎來到青熔的考驗 只要答對全部的題目 就可以得到青熔的祝福 但要注意 一旦選錯答案 房間裡所有人都會回到起點 祝你們好運 祝我們好運 開始測驗 看看我的中國歷史 或者對遊戲的認識到哪裡 第一 總共有多少種種族 總共有多少種種族生活在地上 這麼巧合 看看 神族就是住在崑崙山上 所以應該不是住在地上 仙族呢 仙族是否住在地上 好像不是 只有戰神族 仙族和妖族 好像是住在地上 應該都可以的 看看看看 是不是 對嗎 應該這個對的話 對 好 第二題 青熔所鎮守的心能為農魂之心 對 這個應該沒有記錯 我的記憶也應該有差不多的 好 第三 五行之中白虎屬 這個是金 我相信你們 看看 跳進去 白虎應該是五行之中屬金 對嗎 OK 第四 在王城之中的御前 戴刀士遺掌的名字是什麼 天平 樂曉 王義 還是羽鵝 我記得好像是羽鵝 不如試試看 應該是羽鵝 第五種 陳神族村莊內的丹若譜名字為丹塔 對 我身為神族應該會記得 第五種 五種種類 相對擁有最齊全歷史的種族 應該是妖族 妖族 OK 然後哪種種族跑得最快 肯定不是妖族 不是人族 應該是神族 不是 神族是多血 仙族是 不是 妖族是跑得快 仙族是跳得高 然後第六題 第九題 人類的守護神是誰 叛顧 痴尤 復熙 女窩 為何這麼難 那些問題 按錯 女窩 第十 鎮擾塔總共有幾個層 應該是十層 第十一個 哪個種族 下列哪種種族的傳送門 是在皇城外面 神族 不是 仙族 不是 人族 所以一定是戰神族 第十二 鎮擾塔是由哪些種族所輕結 人族和仙族 應該是沒錯 第十三 五大種族之中 唯一生活的地方沒有水 就是戰神族 幸好我也懂得回答一些 四勝手之中 負責鎮守南方的是出貓 負責鎮守南方的是豬雀祭壇 四勝手就是南方的豬雀 第十五 傳說有一座島 島上有各種奇花異草和仙人 這座島的名字就是縫外 看看 凌峰未見過 東營 東營有嗎 潛鎮 潛鎮 潛鎮不是 一定是逢來 繼續進去 哪一種職業可以防禦敵人的攻擊 戀丹斯一定不是 弓箭手也不是 弓箭手的弓是無法防禦人的攻擊 就是戰士 因為我們這把劍 金鐘就可以防禦人的攻擊 第十七題 傳說中龍有九個兒子 最會吃的是哪個 這個什麼 我不懂讀 不懂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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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還是不懂讀 待會先查一下 看看我剪片時把它補回 真好 好真 傳說中女窩補天 是因為天被哪兩個神弄破了 共工和俗用 第十九 帶領四聖獸治的世界是哪個種族 神族 我是神族 我完全明白這件事 請問前面的題目之中 第幾個題目是被人跳過了 呃... 又不能飛回頭 跳過了第八題 OK 第八題是跳過了 完全是不發覺這件事 OK 我是不是經過青龍的祝福 鴨體問題就是 簡跳嗎? 這麼快? 哈哈 完全是出貓的 基本上我發覺 好了 我現在就跳下去 我們就拿到這個青龍的祝福 龍的鴨片 祝福化為一道光芒 被你吸收了 所以它就應該很順利地解決了 這個青龍的祝福的關卡 好像原來是出cheat的款式 好了 這裡我們就可以落到青龍神廟 出去了 我現在就順便傳送 看看這裡 由於你已經獲得祝福的關係 將傳送你回到最近的村莊